我当时在学校的时候办了一个电脑培训班 就是教同学学这个考计算机等级证 然后每个人每个月教大概500块钱 那个时候差不多一个学期也收了十来万块钱 那么那个是最开始做的业务 在后面就开始创建了凤火游戏 大概99年底的时候 我们就做这种业余的网络游戏的技术的研究 游戏的一些工具 就是游戏方面 在后面我们就开始自己做游戏研发了 然后到02年就注册了游戏研发公司 然后一直到现在吧 虽然我在做的是VR方面的 但是很多也是和游戏相结合的 所以我选择做创业 一方面是因为看了比尔盖茨的书 另外一方面就是说选择游戏方面 是因为自己是一个自身的游戏玩家 对游戏非常的热爱才开始充实这个行业 感谢观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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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感谢观看